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月19日,星期五,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周五,一场风暴袭击了大西洋中部和东北部,另一股凶猛的北极气流则向南方推进,令超过1亿人处在冬季警报之下。 官员称,过去一周全美的严酷天气已造成近50人死亡。 周五早上,从印第安那州到特拉华州都在下雪,给辛辛纳提、匹兹堡、华盛顿特区、巴尔地摩和费城带来危险的路况。 预计大部分地区的降雪量将达到2到5英寸。 纽约市可能会迎来1至2英寸的降雪,这是本周迎来的第二场显著降雪。 此前,纽约市的雪荒长达701天。 纽约市已发布了旅行警告,警告居民开车,步行或其自行车时要小心,并流出额外的旅行时间。 新泽西州长莫菲宣布所有州府办公室关闭,费城已宣布进入降雪紧急状态,该市学区周五停课。 巴尔地摩市公立学校和匹兹堡公立学校也于周五停课。 在纳什维尔,由于大雪对道路造成严重破坏,学校已经关闭了整整一周。 降雪将于周五晚结束,但同样的天气系统将给东北部大部分地区带来自去年2月以来最寒冷的天气。 进入周末,十几个州仍将面临零度以下的气温,预计周日芝加哥的风寒气温将降至零下16度,堪萨斯城降至零下10度。 纽约的风寒指数则将降至各位数。 南部的新奥尔良、佛州的杰克逊维尔和德州的Corpus Christi等城市都发出了冰冻警报。 与此同时,一股加强的北极气流预计将在周五侵袭中西部和五大湖地区。 这些冷空气将促成强烈的湖泊效应雪带。 本周,雪带已经覆盖了湖泊沿岸的许多地方。 过去48小时内降雪量最高的是纽约的哥本哈根,那里的居民看到了高达50英寸的湖泊效应大雪。 而在太平洋西北部,周五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部分地区的降雪将变成雨加雪和冻雨。 这可能导致道路打滑和危险的旅行条件。 整个周末期间,另一场风暴将从太平洋登陆,给加州中部和北加州带来大雨。 据估计,从旧金山到俄勒冈州边境可能会有一到三英寸的降雨。 中文字幕提供 四晚,一架波音747货机因为引擎问题紧急迫降在迈阿密。 目击者看到这架飞机在夜空中喷出火焰。 该机构将调查发生在阿特拉斯航空货机上的最新事件, 这距离阿拉斯加航空的高空破洞事件还不到两周。 阿特拉斯航空周五在一份声明中说, 5Y-095航班在从迈阿密国际机场MIA起飞后不久遭遇引擎故障后安全降落。 迈阿密的这起事件是波音公司一系列麻烦中的最新一起。 两周前,阿拉斯加航空一架飞机在半空中因舱门塞脱落而被迫紧急迫降后, 促使FAA下令波音737 MAX 9在全美停飞。 此举令航空旅行陷入混乱,并导致许多航班取消。 波音公司拒绝对最新事件发表评论。 一名60岁的女子在曼翠澳机场被抓, 因为工作人员发现她的行李箱里装有价值近200万元的违禁品。 这位加拿大BC居民前往南非旅行。 她声称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为了策划为中国公民组织导游旅行。 在庭审辩护时,旺叙述了自己的版本。 她表示,自己想要带团去南非旅行, 因此选择先去访问南非一次。 我退休了,所以我想靠帮助华人去南非旅行来实现我的梦想。 旺此前在BC省生活,20年前曾在旅游行业内工作。 她进一步解释说,当自己一抵达那里, 就注意到一个行李箱坏了。 但她不知道怎么给自己找一个可以用的行李箱。 于是她向酒店员工提出, 希望能给她找一个别的行李箱。 他们都很友好,他们说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让我很放心。 旺说道。 她接着说,在酒店居住的最后一天, 她拿到了一个很好看的行李箱。 尽管里面有一个包和一个加层, 她也没有注意,直到抵达蒙特利尔的机场时, 工作人员在这个手提箱里发现了5公斤海洛因, 并将它逮捕。 这批毒品的纯度为48%至51%, 在市场上以每份0.05克的零售时的价值接近200美元万元。 审判期间,被告宣称, 称她并不知道自己在运输毒品, 并希望无罪是法。 在交叉问询时, 她被问及是什么资金让她购买了飞机票。 旺表示她向一个朋友借了钱, 却无法说出这位女士从事何种工作。 随后, 旺承认自己在南非时并没有真正进行观光, 而是在旅行初期就生病了。 她表示自己参加了一次导游旅行, 却无法说出自己参观过的任何地方。 她的解释并未说服陪审团, 法官在不到三小时的时间内被判有罪。 在被定罪之后, 旺与本周三再次出庭, 接受量刑宣判。 控方和辩护方都向法官建议判处12年监禁。 根据报道, 旺是加拿大公民,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一直居住在大温哥华地区。 纽约一名住产室被罚款30万元, 她给1500名儿童服用了顺势疗法药丸, 而不是应该注射的肝炎、 麻疹和脊髓灰质炎等疾病的疫苗。 纽约州卫生部一项调查发现, 自2019年以来, 珍妮特布林在纽约州的免疫信息系统中, 输入了近12,500份虚假疫苗记录。 该部门表示, 这是该州首例针对制造虚假免疫记录的案件达成和解。 除了罚款, 它被永久禁止进入州免疫记录系统。 该部门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布林给儿童服用的药丸是由一名州外的顺势疗法医生提供的, 作为疫苗接种替代品销售的口服颗粒。 他们没有被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或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批准作为免疫剂。 疫苗记录被伪造的儿童年龄在4岁到18岁之间, 就读于300所不同的学校。 其中大部分在布林行医的长岛, 他们的免疫记录已经作废。 因此他们必须在返回教室之前接受所有必须的疫苗接种。 这些假记录都不是针对新冠疫苗的, 而是包括破伤风、乙型肝炎、水痘、麻疹、腮线炎和风疹疫苗等。 根据法律, 纽约要求医疗服务提供者向其免疫系统提交准确的疫苗接种信息。 2019年, 在一系列严重的麻疹疫情导致1100多人患病之后, 该州取消了对学童接种疫苗的宗教和其他非医疗豁免。 布林的伪造计划明显是在纽约的规定改变几个月后开始的。 拜登政府周五宣布将免除73,600名借款人49亿元的学生贷款。 这一减免基于教育部对其收入驱动的还款计划和公共服务贷款减免计划进行的修正。 其中约17亿元将发放给29,700名参加收入驱动还款计划的借款人。 此外, 43,900名在公共服务部门工作10年或更长时间的借款人将获得32亿元的贷款。 公告没有具体说明符合条件的借款人何时可以看到减免实际发生。 据白宫称, 拜登政府现在已经为370多万美国人取消了超过1360亿元的学生债务。 在2020年总统大选前的竞选活动中, 拜登曾誓言要取消每人至少1万元的学生贷款。 拜登为数千万美国人取消高达4000亿元学生债务的计划去年6月在最高法院遭到挫败。 最高法院表示, 在没有国会事先授权的情况下, 总统无权指示他的教育部长取消如此巨额的消费者债务。 据报道, TD银行已同意支付家园作为有关存款不足手续费的集体诉讼和解费。 根据负责诉讼的法律机构的一份声明, TD银行涉嫌对存款不足的支票或付款收取多笔NSF费用。 TD否认所有责任。 安省高等法院于2022年12月7日批准了这起集体诉讼。 听证会定于2024年2月13日举行, 届时法院将决定是否批准拟议的和解方案。 如果获得批准, TD银行会将赔偿款向存入符合条件的集体诉讼成员的银行账户。 这是加拿大正在进行的多起集体诉讼和解案中最新的一期。 上周,科技巨头Meta宣布向四个省份符合条件的加拿大人提供5100万元的集体诉讼和解金。 有关诉讼涉及Meta涉嫌使用部分用户图片, 用于Facebook赞助文章。 加拿大iPhone用户也可能从苹果公司获得一笔赔偿金。 这项集体诉讼涉及因软件更新导致设备运行缓慢。 Assis将在2024年2月推出组织账户。 该账户将允许一个组织内的多个个体, 如公司或其他业务实体, 以及他们的法定代表协作准备HEB注册、 I-129表格及外国非移民工作者请愿书以及相关的I-907表格高级处理服务请求。 除了组织账户外, Assis还计划在短期内推出在线提交I-129和I-907表格的服务。 这些变化不仅将简化I-129HEB请愿书流程, 还有助于减少重复的HEB注册和其他常见错误。 为了帮助组织和法定代表更好的了解组织账户, Assis将于1月23日和24日主持两场全国性活动, 并在HEB注册期前的几周内主持几场小型培训。 在这些活动中, 个体将有机会就组织账户提出问题, 为FY-2025HEB电子注册流程做好准备。 Assis鼓励所有参与HEB注册和请愿书提交流程的人参加这些活动。